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 石头评述 今天是8月11号 又是星期日了 在此之前呢 今天可能在香港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只能说可能 原因就是从9号到11号 叫万人送行 很多人到机场去 在9号那天星期五 这有个时差 星期五的晚上 大概不到晚上 大概在下午六七点钟的时候 机场已经去了上千人 过千人 当然他是反送中了 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现在已经 其实你看说反送中已经很少说了 因为这东西结束了 要的五大诉求 再加上独立调查委员会 调查警察滥权的行为 再有真普选 真普选 现在喊的口号就是光复香港 有人去说时代革命 但是呢 时代革命呢 革命的词呢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还是词里头不太那个 它就或饮或谢 所以就出现了叫光复香港 Be Water 似流水 这是在这次抗议中 引用了李小龙的话 而Be Water 李小龙当时的解释 更偏近于哲学 哲学为人们所用 对吧 其实我们在节目中早跟大家解释过 我说 人们今天以时为天 这是人活着 最低的人认识 所以今天 中共的官 有钱人的奢靡 永远是吃饱了旧式色欲 在他们吃饭 喝酒的时候 带的一定是女人 女人一定配着她来 而吃饭是人活着最低的要求 民以时为天 这是人肉身活着 她是反着走的 如果你去绝食 香港的陈老伯 七十多岁了 为了抗争林郑月娥 大概她绝食了十五六天 每天都会有一个 有两个议员是医生来的 每天去看她 就给她来看她的身体的变化情况 这是人们绝食是一种抗争 个人是受苦的 用个人的苦难去作为一种诉求 有几个绝水的 没有吧 只有不喝酒的 没有绝水的 对吧 喝酒是乱性的 是助性就是乱性 对不对 男女通杀就一样 所以水 它的物质形势远远高过于固体的食物 这是对人生命的需要 所以在现实的 如果人这块肉活着是这么需要的 在现实的环境中 你说了一句Be Water 散之五五 聚之成形 你说它是什么形状 放在缸子里 就是缸子的形状 冻上冰块 是冰块 你给它弄成什么样 它就什么样 但是当你把它确定就是这样的时候 它不是 温度下来 它可以成冰块 温度上去 它可以化之物 水气走了 这是水 什么意思 上下结通 水的生命的本身上下结通 没有东西能够阻挡它 是不是 所以Be Water在讲着生 我们现实人的生活中 生命中 生命的真实形式 而且与人真实存在 人就具备这种能力 跟水一样 温度到了 它可以化为无物 水气走了 温度下来 它可以成为冰块 踩都踩不碎 恰恰水呢 是透过在现实的环境中 在自然的环境中 就保持了这三种形态 那巴黎曾经温度高了43点多度 把人都给烤坏了 烤干了 对不对 那马路上弄个鸡蛋 它就熟了 鸡蛋怎么熟了 把水蒸出去不就完了吗 就这道理咯 你到北冰洋 说那有冰 说这冰是甜的 你拿舌头甜甜的 立刻给你冻上 那都是坏人干的事 对不对 所以水在地球上就是以三种形态出现 与人同生 那它揭示了一种生命的道理 揭示了人 不仅可以比water 我那天说 人要比air 就是空气啊 比air 那你就是超越了 真正的战无不胜 然后说 涛哥这话说绝了 但我相信有朋友没听懂 只觉得比air 那像空气一样 无处不在 没有形状 人眼睛看不着 手摸不着 拿舌头舔不着 鼻子呼吸感觉不到 但把你鼻子眼掐上就憋死你 把鼻子眼掐上就能憋死你 那意味着什么 比air 与神同情 把鼻子眼掐上 人死了 魂魄呢 依然存在 魂魄是什么样呢 没人知道 为什么 他的生命形势不知道 是这道理吧 比water一样啊 那个水冻成冰 水能看见自己 那水要化成气 你说水能看见吗 其实水一定能看见 只是人的生命形势是固体的 我们习惯于把聚焦聚在这儿 对不对 是我们的眼睛限制了我们对事物的认识 我们的眼睛限制了我们对水本身的 他的三态的认识 而限制的原因是人的贪婪跟自私 我认为 你凭什么认为啊 我以为 对吧 我的剃目 我的观点 我的看法 狗屁 比air 是自我不存在 对不对 比air 像空气一样存在 就是不存在 当你不存在 就与神同行了 那怎么样是这样的 是以自己的魂魄灵魂 认知自己的生命的本质 你的来处 其实就成了 我拿枪 你拿枪能打死人的灵魂吗 就像我说 说解放军进香港 中央政府 共产党中央政府 中央绝不能容忍 一定出手 你出 他拿个雨伞 孩子们为了买雨伞 连饭都不吃了 你拿着枪 多英勇啊 是不是这道理 三岁的孩子 你拿一菜刀 你信不信我剁死你 孩子看你就乐 你说是孩子傻 是你傻 这就是今天共产党人的品质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 林郑月娥警告香港遭遇经济害笑 情况恶化 北京不会坐视不理 这都是屁话 北京要有办法 就早出手了 对吧 早出手了 北京要没出手 你林郑月娥在6月15号会用暂缓的刷花 北京不出手 在6月10号 6月9号大游行之后的夜里11点07分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的说法 那叫子时07分 你说我坚决二读 北京不出手 你会那么嘎 所以12号 6月12号 那批抗争的人非常伟大 他们救了香港人 这就是应该是叫叶书贤 这是他非常 他为什么出来老人七十多岁 他说要感谢年轻人 没有6月12号的抗争 没有6月12号的抗争 就没有今天香港 上了年纪的人看得懂 所以林郑月娥把6月12号定性暴动 他为什么不撤 中共邪恶的一面 知道那一天毁了他们 这头定了暴动了 那你6月15号 习近平生日那天 你弄个暂缓 你为什么 中间就隔这么两天 你就暂缓了 韩正不去 你敢暂缓 韩正也就是个传话筒 中间一接话呢 现代人语言麻烦 都说不清楚 理解能力也不一样 其实理解能力都一样 是各自贪欲情况不一样 都算自己账 习近平算自己账 把韩正骂了 韩正扭过来算自己账 把林郑月娥骂了 林郑月娥算自己账 6月15号那天 他在记者会上哭了 死多少孩子他不哭 自个儿受委屈 他就哭了 我没跟你说 女人撒娇 他是习近平钦点的 习近平责怪女人撒娇 今天的 今天的中共上的官 都是这个 撒娇撒泼 借着年龄段的表现 有时候 涛哥什么叫年龄段表现 更年期后期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